此季美国总会25周年10月4号将举办慈善募款音乐会 日前进行总彩排 受到邀请的民众也虔诚地为地球与人类祈福 推广禁思雨入监狱 感人的故事将登上舞台 四分之一世纪的觉醒 慈祭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10月4号即将举办的 美国慈祭25周年慈善募款音乐会 节目的参与人员有许多还不是慈祭人 但编排的内容同样为地球人类祈福 这四段就包括了地灾 水灾 风灾跟火灾 那每一段除了说我们用舞蹈的编排以外 音乐也是特别制作的 我相信会很感动感动 也同时能够唤起大家对现在的这一些灾难的一个警觉性 慈祭职工性愿行 高龄八十岁的许文新 不管个人或团体的练习从不缺席 有几十次啦 但是我都没有缺席 不但没有缺席 我早上还要去训法乡 为净化人心 祥和社会而努力 慈祭人共同的愿还要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大爱新闻知识美知公美国报道